正爽杨阳看队眼了!见了杨阳娇羞,杨阳见了小爽发笑! 不说话,先上图! 微微一笑很清晨的大火让杨阳正爽成为2016年最火的迎瓶情侣,两人甜蜜的爱情迷倒一众粉丝,看到这几张有目有感觉只有恋人才能亲出来这种感觉。 2016时装之夜盛典在北京举行。杨阳荣获2016时装之夜年度最具人气演员。 网上曝光了几张杨阳和杨逆在台下的照片。杨阳与杨密丝毫没有交流。 杨阳全程一张冷漠脸。而旁边的海青和李晨聊得火热。 电视剧里他阳光帅气,丝毫不见高冷,这是因为喜欢的正爽没有来的原因吗? 正爽很娇羞有目有。 能看到杨阳一点高冷的样子吗?和时装之夜简直就是判若两人。 据称,杨阳在戏里戏外相当主动,各种调戏捉弄郑爽,对郑爽是泛聊妹,惹得郑爽害羞受不了。 不是说好的,只有相互喜欢的两个人才互聊吗? 。 杨阳多次夸郑爽人好性子直,还希望以后多多合作,杨阳这是妥妥的示爱啊。 。 郑爽这么一个单纯,善良的女孩子,大家都希望她能有一个爱她的,她爱的人来为我们守护她,杨阳,你会不会成为这个人呢? 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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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